上期节目我们报道了卓州灾民为了保护雄安鬼城而被牺牲 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位于雄安鬼城东北的河北霸州 这个同样为了保护鬼城雄安和天津而被泄洪的县市变成了一片汪洋 这里的灾民因为中央电视台的一条新闻揭竿而起造反了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上看出 一位网友在乘坐民用航班时拍摄了霸州目前的洪灾状况 并投稿给了李老师 我们从照片中可以看到霸州大部分的面积都被洪水淹没 另一位网友转发了霸州现状的视频说 霸州东顶47个村庄被泄洪的洪水淹没 政府只让人们撤离却没有应对措施 导致灾民损失惨重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霸州的民众的抗议呢 BBC为此做了报道 报道的题目是 泄洪引发霸州街头抗议 当局承诺赔偿 称民众敢于牺牲 文章说 早前河北启用7处叙致洪区分红 包括位于廊坊霸州的东定叙致洪区于1月启用 霸州有民众控诉 泄洪令当地大面积被淹 数万人家园被毁 但央视的报道却说 是降雨导致积水 我们来看看央视8月4号的这条新闻 央视的这条新闻说霸州市的洪灾是因为暴雨所至 掩盖了政府强行泄洪这一主要原因 这一灾难原因的定性 将是政府逃避赔偿民众 由官方泄洪而产生的生命财产损失 于是 霸州数百名民众 在8月4日到市政府大楼抗议 他们高举 还我家园 明明是泄洪原因 却说是降雨所至的横幅 现场的工作人员与民众交涉要求停止录像 结果载民没有听从指令 双方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激烈 为什么不让路呀 走路 为什么不让路 叫路你们 为什么不让我们路 你还没用识你们讲 现场的网友 投稿给李老师的视频显示 几分钟后 一群黑衣人 受持警察盾牌 来到了霸州政府大楼面前 对村民进行殴打 冲突的结局是官方让步了 在当地事件8月5号早上8点14分 澎湃新闻报道 霸州政府宣布了官方的一个声明 声明中表示 这次霸州秩序红区的所有群众 听从指挥 积极响应 义无反顾搬出自己久居的家园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勇于奉献 敢于牺牲的顾强意志 历史将记下乡亲们的功绩 声明中还承诺 霸州政府将按照国家有关 叙制红区补偿规定做好受灾补偿 包括承包土地上的农作物 养殖 林业 住房 农业生产机械 益处 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等多方面的水灰损失 此前 河北官方指 叙制红区涉及霸州市5个乡镇 47个行政村 转移安置了7万3205人 真是欺人太甚 霸州人民被泄洪 被奉献 被牺牲 责任却推给老天爷 如果霸州的人民没有聚集起来 与不良的政府做抗争 那么7万多难民不但因为拯救一个鬼城而失去了家产 而且不会有任何补偿 被强行泄洪的地区可不少 河北高碑店的一位网友投稿给李老师说 8月6日凌晨 河北保定的高碑店是 政府派人试图在没有任何泄洪文件和批准的情况下 投马112国道泄洪 被当地民众发现并阻止 6日凌晨 因为民众的坚守 最终政府的人信心离去 不过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成功地制止政府偷偷泄洪 下面这位网友剪辑了航拍的河北高碑店的受灾情况 新城镇区阿兰若寺 开闪寺 紫泉中学以及周边村落全部被淹 如此大的灾情 近乎无政府的援救行动 官方的新闻却给了这样一组数字 河北保定政府在当地时间8月5号下午4点59分公布 全市受灾人口110万人 因灾死亡10人 失联18人 光卓州就有15万困在水中 还有来水高碑店 让我们看看这里的灾民传到网上的一些信息 看看官方的统计是否靠谱 8月3日 在河北保定的西坡根村 一位村民正在给遇难的父母烧纸 而网友报道 当地的村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村里没有伤亡 另一位西坡根村的村民 他的微博账号是不知青椒的小颜 他在微博上发帖说 村里有14人遇难 救援队已经前往救援 但今天已经是断联的第四天了 太晚了 小颜接着说 有一个更可笑的事 是今天记者采访我们村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是干部 还是和干部是亲戚 他说 我们村一个伤亡也没有 我正想抽死他 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月4号 小颜继续发微博说 最近很多记者要采访我 我不想接受采访了 因为我也害怕舆论的压力 已经有人威胁我了 我只想说 我不需要别人看到我的努力 因为都是为了我的家乡和亲人 但是如果不是我在网上发声 现在恐怕他们也得不到救援 在这里 我想和不知青椒的小颜说 你为了自己的乡亲 在网络上发声 已经很勇敢了 你的害怕 大家都可以理解 面对这样一个冷漠的政府 像巴州人民那样站出来 政府就会惧怕 毕竟政府的所作所为 是见不得光的 媒体报道 网语热议 美国搜索您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齐小天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观众朋友们先点个赞 这样可以让YouTube的算法 更多的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这些墙外的声音 闯不得更远 谢谢大家 在前几期 关于卓州的洪灾报道中 我们记录了卓州人民 为了各级领导 包围雄安鬼城的政治意愿 而被泄洪 被牺牲的状态 而各级领导们 在救灾中创造出 救人需要邀请函 领救济 需要向领导批条子的荒唐做法 洪水渐退 卓州市城管 不是利用他们的超强战斗力 帮助重建 而是干出了更加缺折的事情 先让我们看看 一条卓州灾民回到洪水退去 一片狼藉的家里的视频 今天这些视频有点不一样 作为一个卓州人 洪水退去 和躺着半个膝盖后的运营 决定要回家看看 有想过什么都没了 那回家看一眼 你就安心了 前面那个就是我家 生活了这么久的地方 被淹了 说实话 真有点不敢进去 狗 不知道还在不在 猫肯定是不在了 你看这枪皮 全部裂开 这挂水深 我估计最高的时候 得有三米吧 院子里一片狼藉 全是恶臭的淤泥 还是双牙 走吧 哎 站了 刚才在呢 可以 满点 看上去清晰可见的水位线 那这水最高的时候到这 水高 比我还高 一米八 大部分 上周还在这吃饭 睡觉看见只 这周就全没了 哎 同时想到一句话 玉买桂花 铜载酒 种不思 少年用 还是要及时兴乐吧 冰箱能冲到 他们把这个床 冲到墙上去 多大机会吗 这个水 等楼好喽 怕起来还有一条别人家的狗 那有毛粮呢 为了帮了水鞋这么高 就这一锅啊 视频中 这位小哥非常克制地 介绍了家里的惨状 非常庆幸的是 他家的狗 幸存了下来 他喂狗的场景 令人暖心 他还展示了脚下半米深的 淤泥 散发着恶臭 这不 卓州的城管来了 不过 他们可不是 来帮助清除淤泥的 一位卓州 莲池村的网友 投稿给李老师 8月8日 卓州市执法局 凌晨安排大车 前往莲池 清倒洪水过后 卓州城区产生的垃圾 包括猫狗尸体 莲池村本来就是 此次洪水重灾区 目前 回村相当困难 只有大车能走 结果 卓州城管 趁村民转移不在家期间 试图往村里清倒垃圾 被值班人员发现 看看多少车 看着多少车 车 倒垃圾 行 第一 全政府的红图文件 第二 给老百姓有一说法 给一安置 往莲池村到都成 你两个全都给找 找一地儿 让 都给我们安置了 这 老百姓同意 莲池村咱们也 冲着特效应了 莲池村 遭灾了你们 不管 那什么时候 遭灾了时候 等着救人的时候 看不见城管 莲池村现在都 验这点了 你们往这 拉拉拉机 我们都看见你们了 你们有点良心吗 你们就该活 我们就该死 城市的垃圾就都拉 我们这儿了 你们城市就得活着 你们城市综合制法 完了之后 你们就连城市 完了冲村 我们就不要了 老百姓就不应该活 就都应该死 大伙都上这儿来 瞧瞧 莲池村遭遇 百年不遇的洪水 完了之后 他们还这么干 这么些大车 往莲池袋 轻到死猫烂狗 还 莲池村两千多人 你们还让活不让活 翻这儿垃圾车 闲着村的 咱们赶紧出来 赌他们 领导批准了 人家人家都要跑了 人都走了 咱们被遇宣传这个事 我跟你说被遇宣传 咱们来解决问题 被遇宣传 你都可以被我往上 往上发 我先跟你说 我是代表这个执法局 跟你说 我执法局的 执法局什么什么 我副局长行赌 我就跟大家说什么意思 对 我就跟你说的意思 现在咱们销过 就弄过这个 现在就没赌 现在是什么赌 我们可以明天开始销赌 明天可以销 明天马上来销 今天怎么着 明天消毒 现在我们这就不让到 我们村民这边 村里这全是臭气味 你是村里臭 咱们这里不臭 当时来讲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地没地方到 咱们这准备是拧菜 不往下省 才往这顶往这倒 因为这儿露宽 国内网友愤怒的评论 治国平天下 原来是这么个执法 不要人为制造疫情 百姓的底线要捍卫 还有 被抓现行了 看看官方怎么辟谣吧 为了包鬼 正雄安 卓州市人民成了河北省委书记 眼里的贱民 在卓州城管眼中 为了清除卓州市区的洪灾垃圾 连植村的村民成了卓州市的贱民 洪灾面前 这条同人不同命的鄙视链 成了中共的救灾天理 天灾加人祸 这次发生在华北 东北的洪灾造成的伤亡人数 对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一直遭到网友的质疑 截至8月5日 遭灾最严重的河北省保定市官方公布 只有10人遇难 18人失踪 尽管中国的网络审查 可以天罗地网 不过 在这个全民直播 做短视频的时代 一个人用一部手机 就可以报道身边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是一名 穿越长生防火墙的公民记者 拥有22万粉丝的抖音主播 卡车伊登 回到他河北保定来水县 唐家庄其他村老家 他们家族住在这个村子 已经经历了五代人 这场大水 导致他的14名亲人死亡 几近灭族 下面一段视频 就是他回村拍摄的 一过14口人消失了 死亡了 有的尸体都没找到 你们刚刚看到伊登在进村的时候磕头了吧 每一个地方收到一堆指挥 就是代表了一个人 是找到的 然后挖土机还在不断的在挖掘 但是说 也不知道剩下的人什么时候可以找到 这里又是一个 看到没有 每一摊这个指就代表着伊登的一个亲人 这个位置挖掘机进行了挖掘 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三娘三大爷 还有我妹妹 还有我两个外甥 这是一家五口 从这个位置没了 到现在也没找到 这里以前是个房子吗 房子呀 这是我三大爷的房子呀 然后兄弟们 这就是我三大爷三娘 以及我妹妹 跟我两个外甥的 我所说的每一个亲人 我这些叔叔大爷爷爷奶奶 从小都是抱着我 捧着我 看着我长大的 我们这个家族一共才五代人 这都是至亲 这些赤贫 我完全都可以承受法律责任 我代表美国热搜 向卡车伊登说一句 解哀顺变 一个村里 一个家族就有这么多人遇难 大家想想 整个被泄洪的河北区域 会有多少人遇难 这个就是卡车伊登的抖音主页 尽管在视频里 伊登强调他所讲述的情况 就真实性来说 他负法律责任 然而 他的这条视频 仍然被下架了 可见 中共最怕的就是真相 另外 在河北保定市高碑店 新城村的灾民继续了 他们在地方政府门前的抗议 而警察们也继续着 他们的镇压 以及殴打抗议人民的行为 李老师转发了 当地人民在8月9号 录下的当场视频 一位推特网友愤怒地说 其实是想采访一下这些黑狗 得到的那点钱 值不值得干这些事情 真出事了 是上去涌一下 还是归缩 李老师在8月10号 更新了高碑店的状态 一群警察在政府门口站上一排 面对着所有在场的灾民 拍视频的灾民说 这么凶的态度 应该去对待侵略祖国领土的人 反而现在针对这些 手无腹肌之力的灾民 不过 中共的确专门把这些凶残的手段 用在自己人民的身上 一位网友转发了中共的维稳训练视频 专门训练制服反抗的人民 网友评论 维稳经费 一万多亿每年 远超军费 不是开玩笑的 另一位网友讽刺的说 有钱打人民 但没有钱救灾 人民因水灾而生活困苦 一旦上街暴动 政府就用钱请武警镇压 问题便解决 所以 无需花钱救灾 拍几条烂片 做宣传 就当任务完成 最后 举撞铁链女的摄影师赵兰健 在美西时间8月10号下午8点38分更新说 卓州政府网公布了 卓州市关于切实维护防汛抢险救灾期间 社会治安秩序的通告 高杯电的抗疫局势 到底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大家在评论区里写下 对于高杯电抗疫者的祝福和支持